大家好,我是萌油小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庭版的双椒鸡捞面的做法 味道麻辣鲜香,面条筋道爽滑又好吃 下面来给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准备一小块的鸡脯肉 先把肉从中间切开 然后把肉切成条状 最后把肉全部切成小块 切好的肉装入碗里准备腌制 切点葱姜放入碗里面 加入一勺盐 再加点胡椒粉 加点生抽 再加点料酒去腥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放一旁 腌10分钟左右 让肉入味 下来准备需要的配菜 切几个青红辣椒 把辣椒全部切成小圈 再切点蒜片 切点葱姜备用 肉腌好后顺便把碗里的葱姜调出来 锅里倒入多些的油 油热后把腌好的肉倒入锅里面炸一会儿 炸的过程中用肉勺不停的搅动搅动 让肉能够均匀的炸熟炸透 一直把肉炸熟炸至金黄色的时候 再把肉全部控油捞出来 炸好的肉呢一会儿要用到 下来煮面条 锅里的水烧开后 把提前买好的面条下入锅里面煮 做鸡捞面呢 面条需要煮的硬一些 面条煮好后 控水捞入盆里面 然后往盆里加入少量的酱油 用筷子搅拌 让面条都能够均匀的沾上酱油 这样面条既增色又入味 再往盆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进去搅拌 可以防止面条粘连在一起 炒锅里重新倒入油 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蒜进去炒香 再加点麻椒进去 加入切好的青红辣椒进去翻炒 炒出香味后 再加入刚才炸好的肉进去翻炒 然后倒入拌好的面条进去翻拌均匀 加入小勺的盐 加入少量的生抽和蚝油 加入少量的生抽和蚝油 加点胡椒粉 加一小勺的味精进去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 咱们这个双椒鸡捞面就做好了 面条与鸡肉 青红辣椒 麻椒相结合 味道麻辣过瘾 面条筋道爽滑又好吃 色香味俱全 太香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 点赞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